高高赛上的人类用基因技术圈养着巨大的食物蜗牛 却没想到人类本身也是其他生物圈养的食物 今天我们为给大家带来一部法国讽刺短片《大肚男》 在未来的世界里蜗牛成了大众最喜爱的食物 餐厅里人们都排着队享受美味的蜗牛 再搭配上红酒滋味简直妙极了 阿肥也是一个蜗牛的爱好者 这天他吃完蜗牛突然有了个绝妙的想法 于是他挺起大大的肚男摇摇晃晃的走向衣架 戴好帽子就离开了餐厅 外面是阴暗的天空 灰色的建筑 路上整齐的行人 还有来往不息的自行车 无一不透露着这个世界严格的等级划分 仿佛没有一丝情感 冰冷骇人 路边蜗牛制品的广告牌 是灰暗色调里少有的色彩 阿肥开着他那绿色的汽车 穿越一层层钢铁森林 来到工业区的一个加工厂 肥胖的身躯挤过工厂的卷门 这里几个客户早就带着文件在等他了 首先阿肥带着客户参观了他们工厂的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了不得 他们发明了基因技术 可以让小小的蜗牛变得比人都大 这厉害的让几个客户不住鼓掌 纷纷上前观望巨大的蜗牛 接着阿肥带着他们又去到了工厂的养殖基地 这里全是新培育出来的巨型蜗牛 来往的屠宰人员 衣服上还沾染着蜗牛的血迹 接下来阿肥又带着众人 看了蜗牛产品的全自动加工产线 巨大的锅炉里煮着许多的大蜗牛 机械搅拌器搅拌着锅炉 以确保每个蜗牛都能煮熟 煮好的蜗牛会被送到另一个机器里压成肉泥 最后制成方便携带又鲜美十足的蜗牛罐头 几个客户对这个项目非常满意 纷纷拿出合同签署 好像订购了大量的蜗牛罐头 非常懂得做生意的阿肥在客户临走前 还不忘给他们一人送一个蜗牛罐头 画面转会工厂 沿着幽长的管道 我们可以看到堆成山的蜗牛壳被输送到了这里 满地的蜗牛壳边上到处都是恐怖的划痕 到处瞎逛的阿肥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里 他点上一根雪茄悠闲的吐着烟圈 想起今天签了大单心情好不惬意 突然耳边传来了凄厉的叫声 阿肥假装没事继续抽着烟 晃动着肥胖的身躯向前走着 一阵阴风吹过 路边的蜗牛壳里传出恐怖声响 把阿肥的烟都吓掉了 趴在蜗牛壳口子上 阿肥对里面喊了一声 回应他的只有自己回音的声响 好奇的阿肥迈着小步走的进去 不小心脚下一滑 滋溜一下滑到了一个白色的空地 阿肥爬起来打探着这里 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 定睛一看 眼前的一幕吓了他一跳 无数个和他一样的人在洁白的餐盘里 被刀叉送入巨大的嘴里 此时头上掉下了一些颗粒 这熟悉的流程吓得阿肥赶紧钻回了蜗牛壳里 可是冰冷的叉子此时仿佛死神一般追赶着阿牛 爬到洞口 肥胖的身躯把阿肥卡在了那里 想到马上要来索命的叉子 阿肥一咬牙一使劲 好不容易挣脱了出来 回到了工厂的空地 蜗牛壳翻过来压住了阿肥 就好像他真变成了食物蜗牛一般 没一会儿叉子追到了阿肥 要把他往壳里拖转 阿肥死死抓着地面 留下了一道道恐怖的划痕 这样他知道地上的划痕 都是怎么来的了 当我们人类高高在上 也曾想过有一天 我们也许会是更高级的生物圈养的口粮呢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